佛音行者发菩提心 求往生的这个人 他发了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就像前面偶尤大师说的 真意心 真意愿 真相信 真意愿意 求生纪录 这个性跟愿太难太难了 那我们要认真你问一问 我们有没有性啊 没性 我们有没有愿呢 没愿 心愿都没有 不要自己以为有心有愿 许许多多人都蒙在鼓里 自以为有心有愿 李老师当年教训我的 我也说了好几遍 给大家分享 我是出家 两年才受戒 但是我出家就开始讲经教训 受戒之后 佛门的规矩 要去谢老师 我的老师是黎宾南老师 这个出家身份 也就是白老师 黎宾南老师 我的亲教师 用佛门的话来说 他是我的和尚 和尚是亲教师 我到台中 瓷光图书馆 我还没进门 在门外面 他在里面看到我了 看到我手指着我 好大的声音叫 你要信佛了 你要信佛 叫了好多声 我都呆了 我不信佛 我能出家吗 我不信佛 我能受戒吗 把我都搞迷惑了 怎么还着急 那么大声的 叫我也信佛 我走进去之后 当然还是要礼拜 拜 拜了一拜 他要我坐下来 告诉我 许许多多老和尚啊 到临命中时都不幸福了 越说我越糊涂 老和尚 你命中时还不幸福 我听不懂啊 我两个眼睛瞪着 看着他了 他在告诉我 什么叫幸福 佛所给你讲的 你没懂 佛叫你做的 你没做 不是幸福 他这一说 我就明白了 什么叫幸福了 真正依教奉行 那是幸福 那这个一核对 就是真的 一点不假 不假了 你研究其尽教 你能解如来 真实义吗 这一句话说得容易 武则天讲的 开经纪是他做的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无尽静温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吴泽天会说 他也不解如来真实义 不过他愿解 愿是愿呢 他不解 他要解 他就不会造孽了 就不会去 争权夺利了 真的没解 由此可知 这个幸福好难 真正幸福的人 看经历强 一听一看 就开悟了 就欺入境界了 我们今天看几百遍 都不开悟 顶多什么 我记得很熟 我也能讲的 天花乱坠 为什么 烦恼在 还只是主生生活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立养 别人赞叹我 欢喜 别人回报我 我会生气 这哪里是幸福呢 佛所教的 你根本就没有执行 读经没用 口善而已 心没开过来 口善 心不善 借持得很好 外表上 行善 念头不善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才想得 心难 佛家把心摆在地 心为道远功德 首先就是建立信心 信心没有 全是假的 一切都没有了 像植物一样 心是根 你根没有了 词词